嘿大朋友我是阿康 自從當了二寶爸之後呢 我發現啊 我現在做很多事情啊 我的心思 第一個都會想到家 像我之前也特地幫我爸媽老家 舊大門換新的電子鎖嘛 最近呢也因應我生了兒子 然後女兒也快要出生了嘛 為了想要讓他們有更大的空間 更好的居住環境 我目前呢也開始在看預售屋 但是講到這個就需要再提一次啊 前陣子跟老婆看房的時候呢 都發現 普遍房子都會有個問題 那就是建商鎖父的門鎖 都非常的基本不夠全面 因此呢我相信啊 普遍台灣人家裡的門鎖 應該也都差不多那樣對吧 而且功能性很基本呢 代表安全性理論上也很基本啊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好好守護你整個家庭的話 該怎麼辦 今天這部影片呢很開心啊 可以分享我新家新工作室 換上小老快鎖TX的心得哦 那先來個結論 這一款3E小島快鎖TX呢 可以說是我目前看到2024年台灣最全面的一款電子鎖 因為它的開發者就是 真台灣鎖王小島快鎖 小島快鎖呢可以說是最了解台灣身在環境的一個品牌哦 因此呢它每一個優點啊特點啊 通通都是為了居住在台灣的我們所設計的 第一個不用多講就是安全性嘛 安全可以說是一組電子鎖最基本的要求啦 一組鎖功能再多做得再漂亮 如果它不夠安全那也沒有用啊 而小島快鎖TX呢它是採用不鏽鋼的防卡鎖夾 和金融級C級防盜鎖金 從理論上來講呢 這都不會被破解而且超堅固耐用 而市面上多數它牌的電子鎖 都是使用半缸和塑膠材質 耐用度呢肯定沒有全不鏽鋼來的好用啊 而且現在電子鎖呢 我們都會跟一些APP雲端後端來做連動 有別於一些品牌的電子鎖呢 它所設立的伺服器不夠詳細 小島快鎖TX呢它的伺服器是設在美國 也完成行動資安認證 所以可以好好保護你的個資不怕外洩啦 而以安全來講呢 也不只是因為它本身的鎖啊 基本上不會被破解 它的安全呢有更高一層級別的意義哦 小島快鎖TX呢是台灣首款雙鏡頭攝影機的門鎖 等於說呢門外門內通通都看得到 緊急發生這種狀況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透過手機APP 即可遠端看到家裡大門內外的狀況 所以呢不只是取代了傳統門鎖的毛眼功能 連家裡的畫面都可以一次完整的看到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電子鎖這樣子的設計啊 所以呢只要你家裡裝上的是小島快鎖TX 你外出呢絕對非常有安全感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外出呢 一定人手手機不離身 只要一支手機呢 就可以完美看到家裡外面跟裡面完整的狀況 而且它有一個超貼心的功能 就是變身對講機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它的安全性 並有另外一層意義的原因 因為有時候門外啊 可能會有一些陌生人士 或者有心人士的按電鈴 看看是不是來硬門的是小孩子啊 所以可以強制破門或是誘導開門 所以呢小島快鎖TX 它是有變身功能的 等於說家中只有單獨小朋友啊 女性啊 長輩的話 硬門的時候呢 可以這樣子變身啊 也就完美避掉有心人士的打擾 這邊我是實測一次給你看 所以光是看到這一點呢 你就可以完美知道 小島快鎖是真正了解消費者需求的一個門鎖品牌 特別是住在台灣的人 他都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所開發出來的一款新電子鎖 那再來進來達到安全 就要講到小島快鎖TX的第二個優點 就是 掌靜脈的辨識啊 小島快鎖TX它的掌靜脈解鎖呢 是全球最新比人臉更進階的解鎖技術 透過紅外線捕捉每個人的手掌 獨一無二的靜脈圖像來辨識 那因為每個人手掌啊 靜脈啊等等的紋路都不一樣嘛 所以呢對比其他解鎖方式來講更加的安全 它也能自動補光 就算我們在黑暗環境下人會啟動辨識 除了超安全以外 也不用擔心說我們出門啊 忘記帶鑰匙啦 畢竟我相信每個人都遇過這個狀況吧 就是我興高采烈的出門才發現我忘記帶鑰匙 那除了掌靜脈以外呢 小島快鎖TX也非常貼心 還有其他八種常見解鎖功能 從手機來源端解鎖啊 人臉變式解鎖 指紋解鎖 鑰匙 辭扣 密碼 卡片等等通通都有 也可以設定自己的UO卡啊 手機感應啊 都可以解鎖啦 那小島快鎖TX的人臉辨識呢 是採用3D結構光技術 更以AI辨識人類啊 和熱感應的能力 就算我們使用照片啊 3D模型啊 它都一樣認得出來不是真人 超大的廣角範圍 讓120公分的小孩啊 到200公分的大人 通通都可以辨識解鎖 不需要特別的彎腰還是墊腳 那當然 身為一個喜歡3D科技啊 很愛摸手機的肥宅 我超喜歡它手機APP的遠端解鎖功能啦 因為有時候啊 回到電梯的時候 肯定呢 我們都是邊玩手機的 我不需要在另外對著鏡頭看啊 伸手啊 等等感應的方式 用手機就直接開門了 超方便 而小島快鎖TX呢 也提供最多20組掌筋脈 20組人臉辨識 100組指紋的設定組數 看你自己喜歡什麼樣的解鎖方式 自己決定啦 那既然講到安全 還有另外一個 決定這個電子鎖 安不安全的因素 叫做耐用程度 小島快鎖TX呢 完全就是針對台灣海島型氣候 所設計出來的一款電子鎖 不怕潮濕也不怕日曬 每個小島快鎖呢 它的主機板都經過兩道防潮處理 外部也達到IP54的防潮等級 對比其他歐美品牌的電子鎖 小島快鎖TX可以提高 200%的防潮和耐用程度 就算你是設在室外 風吹雨淋都不怕啦 而且出貨前呢 每個小島快鎖產品 官邦標版 都是使用等同於 鴻海富士康克的SMT無城車間 用這樣的等級程度來評管檢驗 可以說是耐用度 絕對值得信賴啦 再來小島快鎖TX它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是一個真科技質感的智慧電子鎖 小島快鎖TX可以說是我目前看過 最酷炫的一款電子鎖 以外觀來說呢 它搭配一塊市面上最大 然後還有1080P高鏡畫質的 4.5吋IPS彩色螢幕 來取代傳統貓業 從外觀來看呢 非常的漂亮又有科技感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房子 新建案 大門都為了建築法規 多半都是採用防火門 所以不能開貓業 因此小島快鎖真的非常了解台灣人 目前受到建築法規啊等等的限制 還有房價等等都很高 建商呢成本能省則省 所以才這樣設計出這塊電子鎖啦 而這個大螢幕的設計呢 代表說你不用特別開門啊 或是靠近門 就可以及時查看門外的訪客 並且呢也使用飛機等級的 乳合金、抗刮、耐磨、鋼化面板 如果真的不小心使用鑰匙刮到的話呢 你也不用太怕它會傷害到啦 而且這樣的設計呢 真的大大提升它的外觀質感 那當然畢竟它就是一個電子鎖 每款電子鎖呢 一定都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叫做續航 因為它有電力才能作動嘛 所以呢 小老快速的TX搭配 業界最大容量5000mAh的離電池 幾乎可以使用半年的時間不需要充電 那就算快要沒電呢 它也會事前提醒用戶該充電了 或是直接換一顆電池 充電也只需要2-4個小時就可以充飽 那我相信一定有人問啊 如果我真的大啦啦到完全忘記充電 它到完全死掉沒電怎麼辦 這個時候完全不用擔心啊 小老快速的TX呢 它也有一個USD Type 4的接口 這時候呢我們就使用行動電源 接上充電線插上去充一下電就可以作動啦 那小老快速呢 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超完善的後勤服務 因為台灣的門其實沒有標準規格 對於各個門鎖業者 怎麼來客製化 怎麼來安裝都是一大考驗 而小老快速TX呢 有著23年安裝經驗的後勤團隊啦 全年無休春節不打烊 更是標榜96%的門都可以安裝 下單之後呢 上傳你家門鎖的照片 師傅就會幫你評估 然後再來你家直接幫你安裝好鎖 然後教學你怎麼使用 像我上支影片 我爸媽老家的門鎖升級 也是小老快速團隊的師傅 精心測量在幫我們更換的 而且爆料一下 當時呢有換過兩個師傅了 第一個師傅評估好像太難了 再換一個更老人來看 發現可以 目前安裝起來也非常順利 這都充分展現小老快速 他們家是非常有經驗在做門鎖這一塊啦 那就算真的最後評估 不能測量不能安裝的話 小老快速呢也是全額直接退廢 那現在呢透過嘖嘖的早鳥 還能享有最高三年保固 可以說是提供我們完美的終身維護服務啦 所以總結來說呢 這個電子門鎖 是我第二款小老快速的產品 雖然老實講啦 我們也是有商業合作 我們才有接洽 但是我也是真心喜歡小老快速 帶給我們的方便度跟安全度 還有好用程度 你可以看我媽呢 她是真心喜歡這個門鎖 老人家的笑容是不會騙人的 而小老快速TX呢 它有著完美的科技感外觀 還可以和手機完美聯動 整個鎖呢又安全無慮 可以說是現代人呢 只要你很在乎你的家 都該安裝了一組電子鎖 而現在呢 更有找你有優惠啦 前三百名消費者呢 直接送你3E camera 讓你可以與小老快速APP連動 一支手機就完美掌控 家中所有的即時動態 那慢小型結合放在下面 輸出欄的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去看看吧 那最大小謝謝 記得對影片按讚 分享 記得按摩的小鈴鐺 好 這樣子我來更多iPhone 更多Android手機 更多三線產品 更多家電 更多特斯拉新聞影片上面的時候呢 你才會收到第一手的影片上面通知啦 而且我相信給我做影片能點鼓勵喔 好啦 那我們就下影片見啦